感受如何,我覺得很開心,很有意義 因為今天其實我覺得拍最美表演是 每個人都帶一些正能量給粉絲們、觀眾們 給他們可以有希望,難以想像 因為一個攝影師,他其實是對畫面,那個景觀是非常非常的重視 那但是他知道自己要失去那個能力的時候 我在家裡想了好久,那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怎麼樣 我完全崩潰,無法接受 那但是怎麼可以從不能接受,但是又可以努力的去改變自己的想法 再繼續往前走,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改變吧,我覺得 因為每個人都會經歷有一些時間是低潮 那怎麼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調整一下 然後再往前走,再往自己的目標 或許你定其他的目標,可能也會開心的 我跟導演溝通了好久 我們想了好多個方案,有好幾個故事 然後我們最後挑了這個 這個故事的情緒會比較複雜一點 起伏會大一點,那可以發揮的空間比較大 怎麼去奉附它,其實那個劇本已經很豐富了 如果把它真的可以完全演繹出來 那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表演 我希望我可以達到導演的要求 我看了很多片段 就是有些是弱勢的 有些是完全看不到東西的 參考一下 然後我幾天在家裡也嘗試 閉著眼睛 是在黑夜中是怎麼走過來的 然後我昨天晚上 從我在房間走到洗手間 和我洗澡 完全是閉著眼睛的 整個過程都閉著眼睛 我想感受一下 看不到東西是怎麼生活的 因為不習慣嘛 所以你就要靠你的那個觸覺去幫助你 這個是我要找的感覺 我最難把握當然是 明明是看到東西 但是要讓觀眾覺得你是看不到東西的 因為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溝通 我說能不能叫攝影師 就拍我的那個POV就是什麼 我就主觀給我看一下 究竟我的那個模糊的程度是怎麼樣的 那我才可以拿捏得準 所以我們就卸調好了 然後才開始拍 我覺得應該是剛剛開始的時候吧 因為我沒有念過那些演藝的訓練嘛 然後一來就叫我演一個女藥 我真的不會演呢 然後又害怕 對周邊的環境又不熟悉 所有人都不認識 然後怎麼叫演戲也不懂 所以我說話永遠都是聲音很小的 就不敢說出來 就很怕別人聽到我的聲音 然後很怕聽到我出錯 你知道嗎 所以一直聲音很小 然後他們就批評我說 雞仔生嘛 就說很清嘛 說對白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已經盡力了 那怎麼樣 那是後來很多前輩教我了 然後我就慢慢學慢慢練習 就改好了 那個時候我 我有想過不適合這一行 不如退出娛樂圈 勇敢就是無懼挑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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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突破自己 是刀威雅的 刀了二十幾次吧 應該是 刀著刀著 然後聽到那個練 其實很害怕 又沒力 整個人都已經沒力了 然後就很想放棄 為什麼 我要當演員 那一刻是這麼想啦 那但是拍完殺青了 因為那個是殺青的最後一天了嘛 這就 最後一個盡頭了 整個戲 所以一拍完殺青了 就又忘了那個事 演員就是這麼 堅毅 我不適合 為什麼 我不喜歡跳舞 那如果要選的話 我肯定是演戲為主了 因為跳舞真的 我真的沒什麼興趣跳舞 可能真的沒有以前那麼多 那但是也不是說沒有的 看你有沒有運氣碰到 演員是挺被動的我覺得 有時候也要看命 遇不到也沒辦法 就等唄 但是要隨時要準備好自己 有的時候你就出技 毫無邀了 唯一 那是 也會 喝了 很好